创世基金会位在苗栗头屋的农场 发生了一名妇人在协助耕耘的时候 她的左小腿不小心卷入了耕耘机铁片 结果警察到达现场赶紧动用撑开器 花了半个小时时间才将这名妇人救出送医急救 不过因为这名妇人左小腿的血管还有神经断裂严重 如果接不回去可能就要解职 这户人员先帮遭到耕耘机铁片卷入的妇人打点滴补充水分 再动用撑开器想要协助她脱困 不过夫人痛得哇哇大叫 救护人员担心伤势加重也不敢动作太大 林静夫人的同事说 上午她在往事菜园各自操作小型耕耘机时 在转弯时出了状况 林静夫人协助在耕耘机前方要排除障碍 左小腿不小心就被刀片卷入 还好紧急关闭电源 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 在那个耕地嘛 耕耘不小心 警销和救护人员花了半个小时才把夫人救出送医 农民说在操作耕耘机时 不管是在上下坡都有诀窍 同时不要站在耕耘机的前方 才能够避免被卷入伤害 反正那个那个挪大力在转的时候 手一定不要气 你你气的时候 你一定是不是手断角角断的 由于灵性夫人 左小腿的血管和神经断裂严重 目前已经转送到台中的中国医药学院 如果接不回来可能就要截肢 记者邱正敏 赵建林 苗里报道